大陸北方遭遇了入春以来最强的沙尘暴 你可以看到身手不见五指 这个北京发布了红色预警 表示着空气污染达到严重的等级 在甘肃出现了100多公尺高的沙尘墙 当地的民众自嘲 大西北吃土的日子到了 滚滚黄沙卷起尘土 就像是地面串出龙卷风般 袭击而来 大陆甘肃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 当地出现大量阳沙和浮沉 更出现了高达数百公尺的沙尘墙 相当震撼 这不是静止画面 而是100公尺高的沙尘墙滚滚推进 将天空逐渐遮蔽 附近的房屋建筑几秒内便消失在视线中 能见度不足100公尺 许多车辆都停在路上不敢前进 甘肃多地遭遇入春以来最强的风沙天气 最大风力可达九级强阵风 甘肃敦煌同样也免不了沙尘袭击 漫天尘土缓缓移动 吞噬掉移动洞建筑 当地民众自嘲大西北吃土的日子到了 这场大陆北方最大规模的沙尘暴 也逐渐笼罩北京天津在念的13个省区市 北京22号更升级发布了沙尘暴黄色月景 片时浓度冲到1581微克立方公尺 属于严重污染等级 白天如黄昏般 最低能见度小于一公里 空气弥漫着尘土味 质量很不好 有感觉吗 有感觉 天雾茫茫的 有点大 但是那个沙尘暴雨挺严重的 想换口罩来 但是没有戴 戴N95的 对对对 家里没有了 我说就只能戴普通的口罩了 为做好应对和防范工作 北京气象局也提醒停止露天集会和室外体育活动 预计22号傍晚沙尘天气会好转 沙尘暴将逐渐往南移 进入河南和山东等地 记者林先生与北京采访报道 美国一座大教堂在20号晚间发生严重的火灾 意外建筑陷入火海 内部金属被收落扭曲 屋顶也收落坍塌 火是十分的猛烈 没多久就提升到了八级警报 美国最严重的火警是十级 当地政府派出了超过百名消防员及救人员 到现场来抢救 花了整整五个小时 才终于将火势给控制住 国际的研究显示 既先前美国锡股银行倒闭之后 全美现在还有将近190家的银行 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而瑞士信贷被收购 价值有高达5000多亿信贷 这券被完全减弃 那么台湾由五家银行贩售的这券 恐怕真的会成为一文不值的壁值了 继细股银行倒闭之后 美国地区性银行还存在未爆弹 其中最受关注的第一共和银行 着一股价暴跌超过47% 写下历史新低 最近一项研究更显示 美国还有近190家银行 面临类似吸引的倒闭风险 而瑞士信贷爆发财务危机后 火速被卖给瑞士银行 价值约173亿美元 约台币5275亿的额外一级资本债券 却被完全减记 根据我国金管会统计 国内有五家银行财管销售这种债券给客户 总投资金额约16亿台币 如今恐将成为一文不值的币值 银行业风波加深避险需求 国际金价一度上涨到每盎司2000美元 创下一年多来新高 国内交易员透露 在金融情势不稳之下 国内金价中长性也看涨 欧盟央行行长曾加拉德指出 银行业面临庞大压力 恐怕会收紧信贷条件或调高利息 导致民众难以取得融资贷款 对此美国联准会结合 日本欧盟与瑞士等五国央行 祭出营救行动 包含把美元交易的频率 从每周增加到每天 促进美元换汇的流动性 确保民众与企业能持续获得融资 接着综合报答 老力后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时侯 多 slept 谢谢大家